来 上车 安全带记好啊 小孩还挺可爱的啊 女孩啊 你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你不是说接完孩子 把钱还我吗 我说的是晚上 龙岩新区把钱还给你 对呀 你这接完孩子 不就去龙岩新区了吗 傻了吧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玩拖延战术的 到那儿你也没钱 我看你这车不错呀 道迪Q5是吧 还是新款 混合动力的 这车能卖个好价 要不这样吧 你把这车呀抵押给我 我去那二手车身上的 给它卖了 把工人的钱还上 然后多余的钱呢 我再退给你 你这买卖挺合适的 我说过了我会还你钱的 你怎么上车了 我无家可归了 我只能跟着你啊 这叔叔是谁呀 小朋友啊 我姓罗 我是好人 我得吃力士不错呀 妈妈 怎么还没走啊 我饿了 我们吃汉堡去吧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去吃汉堡啊 行了车你也看过了 你可以走了 我不能走呀 我得跟着你啊 你赶紧领孩子吃饭去吧 吃完饭商量商量 咱们俩的事 到底是给车呀 还是给钱 随便你 你要跟着你就跟着吧 安全带机上啊 胖子做习惯吧 上个月开给的钱到现在都不给 这我们全家都靠着吃饭去啊 那他让不让我们吃饭 那他让不让我们吃饭 饱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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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买去吧 甭给我带啊 我什么都不吃我就要钱 快点啊 这儿停时间查还交钱呢 蜜汁牛肉堡 一份蜜汁牛肉堡 蜜汁牛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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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er人们已经不易吃饭了 你先前面 最后一顿 蜜汁牛肉堡 人们已经输了 尝尹 车 妈妈 冬菇 我妈妈冰倒了 她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血糖有点低 平时多醉休息 别给她太大压力啊 妈妈 你怎么了 我豆豆腿下坏了 豆豆不害怕啊 妈妈没事 对不对 妈妈没事 不害怕啊 妈妈是好好的吗 都是你 你是坏人 我都把你妈送到医院来 你说我是坏人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你 你要抢我妈妈的车 你妈她欠我 不说话了 豆豆 她让你们娘俩真是倒了霉了 别说了 去给她倒杯水吧 给谁倒水啊 你老婆呀 你 你是 水房在哪儿啊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你老婆都病成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跟着我 她不是说我老婆 你别瞎说了 水房在哪儿 你这种男人啊 我见得太多了 太没责任心了 别忘了把医药费叫了 水房前面拐弯就是 来 你那药 谢谢啊 这点钱也不用客气了 这交没把你摔失忆 我就算万幸了 说说咱那账的事吧 我非常感谢 你把我送到医院了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 你就认为 你可以来打扰我的生活 你就想错了 我巴不得离您远点的 您要把钱还我 立马就消失 我说了不还你钱吗 我肯定会还 别找了车钥匙 在我这儿呢 那给我吧 我不能给你 你把钱还我 要不把你车抵着 你要把我车拿走啊 那当然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车钥匙 那如果你把我的车拿走了 你可以保证不来打扰我吗 行 我一再说我是文明要债的 而且我很讲的契约警察 就算咱们俩口头协议了 就这么说好了 行 那你拿走吧 你真让我把车开走 开走呗 你也别害怕 我不会把你这车 随随便便就给卖了呢 你还是抓紧给我筹钱吧 我钱我会还 走 多多 不是 那你们俩怎么回去啊 你操心来了 妈妈你好远 你爸妈好了 没事了啊 妈 我下来 我去叔叔 你还挑上了是吧 为避免损害房子欣赏死人 你这房子不租给你了 锁都换了 这太过分了 为什么呀 太过分了 真是 行了 你别跟这锁较劲了 回头再把锁弄坏了 这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人家是怕你惊扰四邻损害房屋 你都给人这房子坏成这样了 人不租给你了 可是我们签过合同的 签了合同就得按照合同来旅行 你凭什么擅自把我门锁给换了 你这人真是 你不光是跟我不讲理 你跟谁都不讲理啊我发理 我怎么不讲理的 我们签了合同的 你看看你给人家弄的呀 签了合同有 有法律意识 你懂什么叫法律吗 妈妈 我累了 来来来 杜杜来 累了 妈妈 咱们为什么不进去睡觉 进不去了 这儿现在不是你们家了 那咱们为什么不去奶奶家呢 你还有奶奶呢 奶奶在哪儿呢 叫什么名字 您是谁啊 你忘了我是谁的 下来吧 妈 我坏人是什么坏人 不是 你是谁啊 您问我是谁呢 奶奶是什么坏人 什么坏人哪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送你们去医院 你还说我是坏人 你干啥 这老太太你 你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呢 你松手松手松手 甭管她让她走吧 甭管她是什么 不是 她别让她走啊 她怎么就 你刚才说的 你怎么回事你 我跟你说这都有摄像头啊 你再这么抓我 我告诉你非礼啊 是 占人便宜的 你说什么话呀 你说你儿媳妇怎么回事 她欠我钱 喜哥你少说两句 你走吧好吗 什么人 我真是倒了霉了 喜哥你别让她走 什么人哪 她回家慢慢给你 孙三奈没一带降临 喜哥你别说话了 行吧你走快走吧 你走走你不理她 走吧 我们不理她不理她 不是你不理她 豆豆睡了 睡觉啊 你过来坐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今天我们要把很多问题谈清楚 你过来坐下 你过来坐下 你先告诉我 今天那个男的是谁 她是装修公司的 她是装修公司的 之前我们那个新家 就是请她们装修 方杰没有给她们结账 所以她就把账算到我这儿了 她现在跟你在一起干什么呢 逼我还钱呢 天天追着我 都已经闹到我公司去了 妈 我正好有个事跟你说 我和豆豆被房东赶出来了 房东 为什么要赶你们出来啊 因为方杰不仅仅 只欠了这一家人的债 她在外面还有其他的债呢 另外一个债主 已经在我们家门口忽悠期了 那你说房东看到这个 还把我们给轰出来啊 不是她外面欠债 她到底欠都欠哪一些债啊 我不知道她欠了多少债 我只知道我和豆豆 现在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 好 我谈了 妈妈妈 那个 您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对吗 对对对我说完了 休息休息吧 那您的话说完了该我说了 我有事要跟您谈 明明天再说 多休息 明天说来不及了 必须今天晚上说 你谈方杰我脑子疼 我我谈豆豆的事情 谈豆豆的事情 来您坐 好 豆豆怎么了 一个星期以前 我就叫方杰 取钱到幼儿园 给豆豆交学费 可是她没有交 那怎么可能呢 她怎么可能没交呢 听您这意思 您认为她交了 您怎么知道她交了呀 翘楚翘楚 这个事情你可不能远方杰 这个事情我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一次 豆豆幼儿园的费用是我出的 怎么样 豆豆幼儿园的学费 这次你去交 就说是你们单位发的奖金 让翘楚看看 不光她挣钱 你也挣钱 拿着 谢谢您 您是说您给了一笔钱 给到方杰 让她交豆豆 学费 对对对对 她交到幼儿园去了 可是幼儿园老师今天亲口跟我说了 到现在为止 没有收到任何的学费 而且之前方杰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方杰她没去交妈 那那她不可能 你到幼儿园去让他们查一查 不可能 我把钱给她她去交了 妈看出来了 方杰在外面的事情不仅连我瞒 连您都瞒呢 不是你老是说她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 她都是什么事情啊她 妈她在外面的那些事情 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 您需要我从头再说一遍吗 不用说了 休息吧 不说休息吧 不 不能休息 妈您您您您坐下您坐下 不要 现在是这样 幼儿园老师跟我说得很清楚 必须要交学费了 如果明天不交学费的话 豆豆就不能上幼儿园了 那您说这事怎么办呢 您得管一下呀 不是怎么办 就是我把钱已经给她了 让她去交了 那她没有交 那我怎么办呢 那这是你老公 你该管啊 可她也是你儿子 您也得管哪 明天再说吧 不不不不 妈这事不能等到明天了 明天再交不上学费 豆豆就没有幼儿园上了 妈 这个事您得管一下 您是豆豆的奶奶 您是方姐的妈 您得跟我一起承担这个后果呀 我怎么承担 那先把幼儿园的学费给交了呗 停 停 你是要逼死我 幼儿园的学费我已经给了 是 你玩过 不是妈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先帮我把这个幼儿园的学费 您先帮我 凑一点 停 这活不下去了 你这样逼我 我活不下去 不是 妈 你干吗去啊妈 你别闹了妈 你你去哪儿啊 我我我去死 我我去死 妈 妈 您这意思感觉是我命 你是让我去死 你你别闹 别拽我 让我去死 不不不 妈你别生气啊 别拽我 别拽我 别拽 妈 我去跟你说 这人快憋死我了 你你你放手 你放手 我去说 我不说行了吧 我不说行了吧 不说行 那你也累了 您休息吧 嗯 休息 嗯 休息 嗯 休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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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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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我们有一点折 我们都不找你要这个钱 真哥 你多少给我们一点钱 赶紧给钱吧 我们的办半年多了 家里就只得这点钱 没顾日子呢 我有办法了 不是我跟你说呀 我干了好几个怎么不干钱呢 我们俩 我们俩现在天天催这个债 比你们都着急 我不瞒你们说 就前两天 本来我要去上海面试 有一特别大的公司 是个特别好的机会 我就为了给你们要这个债 我都没去 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们一点呢 天天怎样就没用呢 我们还怎么相信你啊 就是咋相信你嘛 哥们一直都很相信你 我们现在啊就是积雪钱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说你这样 我给你们看看这让你们踏实踏实 看见了吧 这是客户的车钥匙 他把车抵押给我了 明白吗 这车支好几十万呢 你知道吗 如果他真不还我钱 逼急了我把他车卖了 真的假的呀 这当然是真的了 咱们心态是一样的现在啊 都是想要钱啊 那行 那我们再信你一次吧 我们今天没地方住了 就住你这了 对 你还真要在这儿住啊 我们拿着钱马上走 这都没个地儿 你睡哪儿啊 在床上 爷子睡床吧 你年纪大了 你们要钱拿来我们就走来 不是 你不还你 这都没个地方 你睡我床我睡哪儿啊 我说什么啊 好 好 我知道了 你别着急 照顾好爸 你拿伤钱就马上回去 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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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怎么啦 你干什么这是石头 跪下来还 我家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想先拿点钱 怎么了家里 你别急 你别急 你慢慢说 出什么事了家里啊 刚才我妈跟我打电话说 说我爸心脏有问题 说马上要做手术 家里没有钱 需要我这些钱做手术 什么手术 需要多少钱啊 医生说 心脏得搭个桥 要五六万块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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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包子 你听见了吧 赶快吧 把咱们的钱拿出来 给人先先汇点 可能五六万可能不一定 两三万还是有 你先给优过去 你别着急别着急 没事没事啊 孩子你看你 你别着急你 你告诉你妈 就这两天给他多汇过去啊 先敢 我让你把账上的钱全拿出来 你 你赶紧给人汇过去啊 你这点钱给能干什么呀 咱不是欠了半年房租吗 我把那钱交房租了 我又续了半年 你傻呀你啊 你干嘛把钱全交房租了呀 交房租咱住哪儿去啊 石头这样 你这钱你先拿着 剩的钱我跟 证哥再想办法好不好 拿石头 刀哥 石头 别别别别 石头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 你这样 你看 你这样吧石头 你这个钱呢 你先拿着回去 你不也惦记你爸妈 回去你账 证哥我拿这些钱没用 你听我说 石头你必须告诉你妈 你说那个 证哥这两天把钱 那个筹席就给你汇过去 我肯定给你 石头 你相信我好不好 行不行你想回去 好好别当心 你先回家 你先回家 那什么咱们一会儿去送了一下吧 我